好古专家发现一座随潮古墓,墓观上刻了四个字,吓得至今无人感慨。 由于南派三叔的文笔坡家,使得人们迷恋上了盗墓小说,并将其搬上了大屏幕。 这几年来,盗墓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可谓是层出不穷,如盗墓笔记、老九门以及前段时间热播的沙海当。 但是,中国自古便崇尚尊敬祖宗,尊重死者的传统,而盗墓之士是对死者的大不幸,应该是受人们的鄙夷的。 新中国成立之后,盗墓贼的行为有所收敛,因此很多大墓得到了保护。 但是为了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,一些考古学家们却不得不对古人的目的进行研究。 虽然考古学家们大多都是伯爵之人,挖掘古墓之时,也有常人所无法媲美的勇气,但是他们也并非圣人。 当看到下面这个古墓之时,都受到了惊吓。 这个古墓的墓主人是个九岁的孩子,他的观果上课有四个大字,开关即死。 这个墓地位于西安石玉祥,门外西大街南约五十米处,是考古学家们无意中发现的。 原本他们看到墓地的规模,都认为是个普通的灵墓罢了。 但是当他们打开这个墓地之后,却被里面的珍宝吓了一跳,这个墓中有各种鸟兽鱼虫八十四件,还有各色珠宝,玛瑙项链,还有金手镯,玻璃瓶,香金口鱼杯等等珍宝无数。 这些东西,放在现代都是西式珍宝,而从外形来看的话,他们基本都是小孩子玩的玩具,因此可以断定墓的主人是个孩子,并且地位尊贵,通过对墓中碑文的记载以及历史。 好古学家们做出了一个推断,这个墓主人正是隋朝开国君主杨坚外曾孙女李敬训,也就是杨坚女儿乐平公主杨丽华的外孙女,她的父亲是当时隋朝最为显赫的上主国李敏。 从这个身份来看的话,此人必定是含着金汤石长大的,同时深受家中长辈们的喜爱,因此有着如此丰富的陪葬品。 据说这个孩子自小便相当聪明,因此很讨人喜欢,但是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,她只活到了九岁便去世了。 小女孩的父亲李敏十分伤心,便为其举办了盛大的葬礼,并将她生前喜欢的东西都用作陪葬品,这才有了考古学家们看到的景象。 考古学家们看到墓底的陪葬之后,自然想要打开棺果,看看里面的陪葬品,但是却被棺果上面的四个大字,开棺即死所吓倒。 虽然人们都不相信这些迷信的说法,但这或许说明了棺材的内部有一定的机关,因此即使到了今天,这个棺材也没有被人们打开过,并收藏在了西安的博物馆中。 参考人线,隋书,卷三十几,列传第二,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明书正。